夢幻舞馬即將在臺灣開演 南港展覽館旁的空地 已經大概起高達十層樓的 全球最大移動帳篷 馬明星們也首度亮相 馬明星踏上星光大道 展現高貴氣勢 這些馬兒們在臺上演出 平均不會超過十二分鐘 其餘的時間都有專人照料 就是為了讓他們在舞台上 呈現出最完美的表演 走進白色巨大的帳篷 工作人員正在趕工搭建舞台 正式演出時 這裡會打造一個長五十公尺的長舞台 鋪上兩千五百噸的砂石 讓馬可以自由奔跑 《夢幻舞馬》融合了馬術 雜技 表演藝術 多媒體 舞蹈 空中特技等形式 打造新型態的表演風貌 獲得許多名人的讚賞 雲門舞技林懷明就曾說 節目就像是一首久違的田園詩 《讓人忘我》 《讓人忘我》 演出的鞠馬們首度亮相 走上星光大道與觀眾見面 這是全團最高大挺拔的馬 有六尺高 兩公頓重 而牠是最迷你的馬 每次演出只上場10到15秒 五十匹馬明星都會有專人幫忙按摩 或是幫他們編上辮子 牠們一天吃八餐 但平均表演時間只有12分鐘 其他時間都在暖身 保養或者是自由活動 我想真的要理解鞠馬 他們幫助他們解釋我們 然後讓他們和我們安全 我們只要花時間 他們會訓練 夢幻舞馬將馬融入表演藝術 表現出自然與美感的相互結合 帶給觀眾與眾不同的視覺饗宴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